中和秀山國小前停著一台捐血車 新北市議員張維倩 承襲父親張芮山過去的政策 每期固定舉行捐血活動並發送物資 新北市議員張維倩表示 希望透過自己小小的幫忙 讓愛散播到全台灣 目前血庫拉緊報 呼籲民眾玩起袖子捐出熱血 幫助需要的朋友 秋冬時期是吸血管 泡發的一個季節 那很多的朋友也會趕在農營年前 來進行手術 所以最近台北的這個捐血中心 有拉緊報了 O型的血其實不太夠 前來捐血的民眾 幾乎都有幾十年的捐血習慣 不是捐了會上癮 而是捐了之後促進血液循環 三高沒了讓身體更輕盈 不只救人一命也救自己一命 第一個身體一定很好 三高也沒有啦 所以我都固定三個月捐一次 因為要捐血 所以要保持健康的身體 然後又可以幫助 就是需要血的人 然後又可以在這邊贊助的單位 他們也會準備米啊 什麼之類的啊 讓我們家裡也可以使用 然後就覺得一舉數得 第一次來的話就66次了 因為捐血的話我覺得是 我們本身也是在做 慈善機構的行業嘛對不對 如果捐血能夠救人一命的話 平常在做那個志工的話 也是比較更好啦 新北市議員張維倩強調 雖然熱血助人值得鼓勵 但民眾也要審視自己的身體狀況 患有貧血或特定疾病的人 絕對不要捐血 聽從醫護人員的專業評估 才能達到助人目的 記者張恩柯先北報導